可以開始 好啦 我們現在做一個食生版的飯 你知啦 吃過幾十年飯 沒飯吃就很痛苦的嘛 我們那時候就是啦 初初的時候 很想吃飯啊 又不吃米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自己做出來 這次你很划算了 一次過看到長角做兩種飯 第一種飯是很簡單的 世界上有一樣東西 就叫做 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叫做西米 西米在香港呢 你在超市買到 你在印度那些店就買到 有個分別 印度來這些很大粒的 就是要浸久一點 難度高一點 如果你是買普通超市小粒那些就容易做的 你將它浸水 其實這裡就已經吃得了 將它浸水 浸到沒有那麼硬就吃得了 千萬不要下很多水 逐少逐少下 那你浸水的時候呢 可以順便加上你要的調味料啦 因為你知啦 白雪雪是 人家會覺得不像米的嘛 太白了嘛 好像一塊布膠那樣 所以我們怎樣呢 我就會加些 對了 譬如你加薑黃粉 那這樣呢 長哥呢 就很喜歡吃咖喱的嘛 今天做咖喱飯好不好呢 這個呢 你看到有長哥的樣子的呢 就是我們店出品的咖喱粉啦 現在你出去買很多咖喱粉呢 我們都不適合我們吃的 因為又有蒜頭啦 又會有洋蔥啦 那些啦 幾乎走不掉的 所以呢 我們就自己做啦 那這樣呢 長哥做了這一版的咖喱粉啦 那下一點下去啦 那拌完就是咖喱飯的啦 很簡單 看一下 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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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咖喱飯咯 那當然啦 你就去混合別的東西啦 你可以混合很多很多其他的東西 不過呢 就是這樣了 看到嗎 這個就是馬上有咖喱飯吃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還快過你煮飯很多 不過這樣 要知道泡多久啦 泡多少水啦 你要試多幾次啦 有衰過你就知道啦 那其實可以 如果小粒那些呢 那幾兩小時就夠了 甚至不用 半個小時就有時候都可以 這些就要兩三六小時 所以你提早泡定啦 不要放那麼多水機 記得不要放那麼多水 好了 現在教你做一個更加健康版的 因為這個澱粉質很重 我們經常都說不要吃這個澱粉質 那怎麼辦呢 現在就 我們一起做一個超健康版的飯 那就是用椰菜花來做的 那尤其是天涼的時候呢 就是椰菜花大造呢 這個是很適合的啦 那看著我怎麼做啦 很簡單的 你把這個椰菜花出來啦 那如果你是有一些 世界上有一件事呢 就叫做肝磨肌的 有些很小的 那用那些就可以了 不過呢 如果你沒有的話 用這個也可以的 看著我怎麼磨 那就是這樣磨的 你找個這樣的跑 那就是這樣磨 那看到嗎 它都出來了 這些就是飯咯 那就是這樣的了 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 這些飯咯 那我們就一早就磨了 這些飯咯 出來 那就給大家看了 那就怎樣呢 那你會拌一些 那你會拌一些 顏色下去咯 拌一些味下去咯 那我就現在呢 就把它倒了下來 這個大碗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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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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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有兩個版本 有些辣有些不辣 這是辣的 拌勻 拌勻 可以放一些菜粒 用一些菜飯的感覺 是不是咖喱飯立刻做好呢 一滴水也不用用 嘖 告訴你 肉分開兩碗 一碗是白色的 即是不放咖喱 做三分二 另外三分一是放咖喱 再拌勻就粒粒不同顏色 有些是深黃色 有些是蒜白色 現在都有這個效果 好 那這樣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簡單 通常我就喜歡 我們店有一些很特製的帽子 可以吸上去 是現在這樣 記住一邊做 一邊壓緊 壓到它好緊 壓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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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壓多一點 這碗飯很大了 很飽的 其實 還有 你可以放些椰子油進去 這一次我就不放了 你想香和另面就放些椰子油進去 然後將它吸出來 如果下了油 它就黏得好一點 吸出來會更加靚 我們就將它吸出來 然後你就放些東西上去 有一點那裏 譬如我今天就放一些 這種這樣的 平時做沙律的生菜就很適合了 這個就是今天長哥版本的咖喱飯了 開飯了 多快 之後就有飯吃了 這個多好呢 想有飯印的 這個就很適合了 不切除公泵 不過 這個就是 對 不要 不要 只是 感谢观看